好,OK,當然開始吧 唐光宋偉您好 我目前最重是跨性別權益等工作的理科 我將討論您的跨性別經驗 與您對跨性別權益推動的看法 過程中我會問您一些問題 請 第一題是 我們知道您是台灣第一個以跨性別身份 進入政府部門的政務官 想請問您在接受這份邀請詩 是否會因為你的性別身份有所焦慮 或在您的想法中,您是怎麼樣調整您的心態 讓自己可以承受外界對您性別身份的惡意或責難 當然就是一方面 我不但是跨性別身份 而且還是比較年輕的一位政務官員 比較學歷上面也比較跟其他政務官員的學歷不太一樣 所以真的要說惡意或責難 有很多下手的空間 不一定要調性別來下手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本來就已經在參與臨城委員的團隊 裡面有擔任專案護問 大概接近兩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其實跟事務官都已經有很好的招勁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重點到不是外面怎麼樣子呢 而是說就是事務官同仁 就是實際跟我一起工作的公務員 會覺得說那他們能不能夠接受 那後來才發現說這些公務員都已經 就是接受了強大12年的新品會的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他們做所有的政策都要寫性別影響評估 那所以可以說是 以性別主流化的這個政策來講 公務員推動的效果如何 這個民間都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但是公務員自己已經 就是性別主流化 這個念頭已經非常非常的深屈人心 就算是他是做金融啊 做的經驗 國發 關靠 隨便什麼 障礙之下跟性別無關的 但實際上 因為他是新品獎品 我們應該都倒背入了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這幾個很幸運 是難得很有善的一個職場 謝謝 那好 那第二題我想問一下 是 因為我在全職執在 剛剛從一座發言 就是發行點主的職展 那時候我完成了一份發行點就引致堂調查 那其中我得到的數據是 在發行點的舊人口 就是點讀到一些 舊學中的人口 發行到有4.8%屬於職業狀態 就是主要強的 是來電話的 問卷 註問卷 總共是196分 總共最後有效的職執在執行一份 OK 對對對 那有14.8%屬於職業狀態 那麼23%的發行點別者 就給人口 他的收入會打款利益的薪資 那我想請問 就是 唐貝斯文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 是否面對職場不友善的經驗 那想請問您是如何克服的 或是說您對於眾多在求中 遭遇困境的跨性別者 是否能提供一些您的建議 那最後就是說 我想問的就是 目前政府對於輔導中小企業 遭遇多元性別 是否已經有這樣的規劃 是我想一個一個來吧 對 問題蠻多個 OK 好 我想 第一個是說 我自己因為 從事的是資訊服務 人體工程 設計等等 本來設計師就 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 所以其實在設計領域有的時候 你的性別氣質跟其他人不同 反而是加分的 未必是扣分的 那這也是這個領域跟別領域的 主要的一個差別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以軟體工程 或者是架構式來講 電腦不會管你的性別 那所以 絕大部分的工作 像 尤其我是參加自由軟體 看完什麼運動 那在這些運動的社群裡面 本來就是以你的貢獻為主 而不是以 你在人際上 好像必須要證明 你能夠合群為主 合群沒有什麼意義 大家看的是 你的創新到底有沒有用 這樣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場景 當然就是說 我是有公開傳承 但是在那段過程裡面 在國際的 開放音訊碼 跟自由軟體社群 可以說是對我 並沒有什麼歧視 而且是非常發文的 那然後 因為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對於目前 在球中遭遇困境的跨境疊者 那麼是否這樣的一些 給予的建議 對其實之前 也有一些朋友來找我 然後問我說 那他在從事的那個工作的那個性質 是不適合出貴等等 對那我覺得說這個其實並沒有一個貪責 就是說如果你是把自己看作一個運動者 一個倡議者 那你當然也應該出貨 因為這個才是讓大家就是提升大家的理解 然後讓大家有影響力的方式 但如果就是你專注的那個專業 是你自己主要人生想要花的一些地方 而主要並不是想當一個長逸者 那也有一些不用出貨 就可以支持這個運動的一些做法 對我覺得說是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所以這個問題大概很難 一下子就說這個我要提供什麼樣的建議 這還是要看他的這個自我認同裡面 有多少是作為運動者的成分 有多少是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成分 那當然像如果你的專業就是做社會運動 那這個是最幸福的 因為你這兩個是在一起的 那但是對我們來講 就像我之前在做人類工程等等的事後 有時候我也不一定會特別去強調我的跨性別的成分 因為可能客戶他關心的是作為設計師的那個設計的產出 而不是我要怎麼樣融入 好我可以補問一個就是說 因為在我調查當中 我發現到就是跨性別在職場裡面 他受到的問題主要是 第一個是他的外表跟他的身份證上的性別不符 然後進去職場之後就遭受到相當的歧視 或是面試官的責難 那麼其實我看到很多跨性別者 最後就是他可能還要去符合 公司的某一部分的性別規範 而最後對於跨性別者本身造成的一些困境 那我比較想要問的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不是說他這個選擇機 或是他自我正統為何要不要出櫃 而是說在如果他遭到這樣混淨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好去因應的方法 你是說等於類似被出櫃的這樣子 對被出櫃或是說他在面試的時候被嬌難 因為被面試的時候被嬌難 是一個在我研究當中發現到蠻常出現的一個狀況 對我覺得就是當然這也要看那個面試的角度是怎麼樣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就是很pass 然後也不想出櫃 那當然自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在面試裡面去 等於完全避免挑這件事情 好比上說指出是肩膀卡之類的 對就是有一些方法 但是就是說我覺得重點還是在說 為什麼這個職場需要你去做性別的角色扮演 那如果這個職場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不管是設計工程等等這些工作 他本來就是沒有什麼性別角色扮演的成分 在裡面的話那一般來講面試官並不會特別去刁難這一部分 那對當然就是說如果你是做一些服務業啊櫃台啊 就是他好像本身已經對那個性別展演有所要求 特別是衣著啊等等的這些部分的話 那確實就會出現這樣子的困難沒有錯 就是一定會的 那但是這一部分因為我的唯一的能夠給的建議 大概就是組織起來了 就是說因為你不會是唯一一個碰到這樣子狀況的人 所以當你碰到的任何狀況 後面都有可能一百個或五百個人 他們都已經碰到了一千次或五千次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就是有一個組織在 那是比較不會讓人覺得好像很慌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其實這就跟任何老子談判一樣 勞方如果是一個人他後面沒有就是工會啊也沒有合作社運動啊也沒有這些支持的系統啊的話 那當然以每一個勞工來講你的談判地位都是比資方要來的弱的 那但是一旦組織起來我這邊的人數並沒有屬於你那邊的人數 我這邊對於社會輿論的這個影響能力也沒有弱於你那邊對社會輿論的影響能力的時候 雙方就在一個平等談判地位 那當你的平等談判地位的時候你的選擇就變得非常多 當你的談判地位非常不平均的時候 我給什麼建議大概都沒什麼用 好 我懂我的意思了 那最後我想問就是說 就是我想要問就是關於政府目前 對於推動性評的職場平等的部分 他在中小企業是否已經有一些安排的地方 為什麼會說是中小企業呢 因為大企業部分比如說外商他們已經有在做一些CSR的部分 LGBT一百五百一千一千之類的 那也有像DMI多元共同指數 就是外商已經慢慢開始推動在大企業部分 但是比如說像我上次看到像這些可能像資訊類的 像FBI啊那個Google之類的 或是Mozilla但是Mozilla跟你的辦公室撤走了 但不管怎麼說就是在外商公司就是大企業 都可以原團工作所以當然是廁所不說 就是說 對就是外商公司他們對於性別的包容度是比較高 但是在於本土企業的部分的話 我目前看到有真的有在做DMI推動的部分 就是網道銀行 我在他們的CSR的報告書裡面 我有看到他們針對跨性別職場的權益做一些工作 但是就是說如果是否要中小企業 也就是說因為大部分跨性別職場 其實他在學歷或是在教育程度上 就教育程度或是他的一些其他的能力上 可能會因為造一些困境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成長的路線 那變成說他去找工作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變成要以中小企業為主 而沒有辦法選擇就是像外商或是大企業本身 他們可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想問說那如果是政府目前是否可以 對中小企業作為閒性別上的輔導 當然網道銀行應該不算中小企業 對,網道銀行應該不算中小企業 對,網道銀行應該都上市了 對,所以以上市上的公司來講 我想這個是比較明確的 因為現在儘管會要求他們 不是只是像以前的企業社會責任的那種報告 而是對內的包含在ESGG就是治理 公司治理上面 接下來都要用聯合文去發展目標 就是類似GRI的這種報告去提出 那裡面DNI當然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不管講的是SDG裡面的行為評論的部分 或SDG裡面的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等的這些部分 所以我想對於像社會公司來講 這個問題稍微小一點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現在都是以SDG作為公共目標 所以慢慢慢慢輔導之後 他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不再是他可能叫opt-end 就是挑著他最會的那幾項SDG 然後其他就忽略掉 而是說他每項都要照顧到 那我們現在在社會創新中心 我們也是鼓勵還沒有上十貴的中小企業 就能夠提早揭露自己的這些容許報告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平台 不過目前響應的確實 也只有大概500多家左右 那但是我們是希望它能夠變一個模範的作用 就是它如果在章程裡面就已經明定有DMI之類 那它如果能夠整合到其他供應鏈 那已經達成了一定程度的業績 我也會出來頒獎等等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500家社會創新的組織 比起台灣百分之九十幾的中小企業來講 當然是九牛一毛了 但是我們這個也在開始幾年而已 也很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告訴大家說 你做DMI 不是只是對你的企業形象 有幫助對於你的recruitment 對你的innovation 對你的市場 對你的接受度等等 也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直接挑一題 那我想問就是說 我在跨性別權益推動工作上 最關心的是 如何增進跨性別本身 對於跨性別議題的認識 那同時還有就是 如何促進跨性別內部的溝通 因為在我的 在台灣跨性別權益推動 跟跨性別群體它是脫節的 就是說 像免書患證 廁所議題 或是像是藥物使用上面 以及各式各樣 我可能有遼闊或是調查過的 跨性別權益議題 都顯示出跨性別者會因為身份 階層世代 而產生出極大的衝突分裂 所以 無法溝通與和解 所以說現在跨性別推動的權益 它是有點由上而下 而不是回到跨性別主體的聲音去發聲 那最後就是被運動者代言 所以我想要請問的是說 那對於這個現象 您是不是有獨特的見解 然後在於這些難以化解的衝突當中 要如何推動跨性別內部的溝通 對 對當然就是說 首先身份政治在台灣 本來就不是一個非常 就是主要的凝聚的方法 那當然凝聚的方法 還是在社會議題上面 那議題上面 當然選邊啊 表態啊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當然有了社群網民主要 還多的出征這個做法 那分了一些都什麼 那但是就是說 這些當然對於團體的內部整合 是非常不利的 這個我也了解 那但是我覺得當然就是 我們說見面三分情嘛 所以像同時有誰啊 這種就是說 你都見了面了 那大概比較吵不起來 對那即使吵得起來 那也是當著大家的面吵 比較不會變成像是 放話啊 或者是小群圈啊 等等這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促進更多的 不管是面對面 或者是線上 但總之是同一時間的這些活動 那在這個同一時間的活動 不一定同地啦 但同地當然更好 同一時間的活動裡面 可能有一些 就是好吃的東西啊 飲料啊 飲料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去促進大家 彼此的那個Affect 就是情意上面 至少覺得說 這個就是有一些好玩的 會想要吃的這些部分 那像之前我有去那個 那叫什麼 同心輔論社嗎 對就是 對對對 他們的那個 那個輔論的辦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討論很嚴肅的議題 但事實上根本就是 就是一大堆吃貨 在那邊 分享 對就是要吃什麼穿什麼 對對那種 那種類似Party 然後放的音樂也是非常 對 那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但是這樣子一去 就讓人覺得沒有什麼生疏的感覺 不是說你去 就得選邊站 就得對一體表態 就得開始論戰 沒有啊 去就是開始什麼喝點調酒 什麼東西的 當然我沒有喝啦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蠻擅長營造呢 那種就是 你不需要選別 或表態 或做任何就是身分整治的事情 那你就算只是關心這個的議題 他也不會覺得 好像一定有個內群體 外群體之分 那些都是大家都已經混熟的在數 那些都是大家都已經混熟的在數 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那樣子的組織方式 我覺得蠻可以參考的 好 那我最後 好 那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就是 好 也是我比較困擾的問題就是 在跨性別的區域當中 他有分現身派給你身派 那所以可推估台灣應該有 四到二十三萬的跨性別者 但是在網路或是眾多社群或是 像內政部 過去有一些不太完整的統計 都是遠低於這個數字 就是可能最後我們發現到 不到前衛的跨性別者 是願意顯露身份的 對所以說 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在於說 他因為在於他就很難去取得 有話語權或是發聲權在大眾之中 所以很難讓大眾認識到跨性別是什麼 同時 如果在推動跨性別的權益的時候 也會讓別人說 這是一個很少數很少數的權益 為什麼要給予跨性別的這樣的權益 所以我想要問是說 第一個是 針對這樣的現象 不就是全部都發生還是少數 不是 就是少數 本來就是少數 本來就是少數 但就是說 他的人數可能被嚴重的低估 到可能只有 可能大家就只有幾千位的話 那麼可能他對於權益推動上是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別人說可能大家會有一種想法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 就是比利比這個還小的朋友來爭取權益 好像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因為他們人數少 所以就不應該有一樣的權益 我了解這個意思 對 因為我只是問說 就是對於這樣的現象的話 那麼是說 其實不需要去鼓勵現身 就是說其實是說 我們同時在講的其實就是一個人權的態度 對 我是覺得現身它是一個結果 就是說 如果你在路上如果很少看到 就是 坐著你的朋友 當然不是因為台灣人都很健康 而是因為我們的通用設計沒做好 就是這樣 那這個在你通用設計做好以前 你鼓勵大家都可以出門 這真的對嗎 就是這樣 好的 請你跟他也 再說一下 好 那CP先 好 他是我的意思會發 我們可以在這邊發在這裡 好 Sharan Whirst 你好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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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有 投入同志運動大概六五七年了 然後 主要在同志運動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start一個NGO 叫同志人權法案聯繫聯盟 然後我們有start一個website pridewatch.tw 然後主要就是 觀測的政治人物對於這個議題 我現在就應該開網上來 Check it out pridewatch.tw 然後主要他就是track 每個政治人物他們對於 marriage equality的變動 對 然後最後也是 就是投票指南 後來變成一個voting guide 那後來就是通過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想說 其實通過之後台灣有一部分 其實應該好好來做粉紅經濟 那因為我們覺得台灣大概有一兩年的黃金期 就是before泰國或者越南 他們可能會pass 同樣的law 然後這個時候當他們pass了之後 泰國本來就是very strong in tourism 所以他們會盡量去利用這個 那我覺得台灣現在如果他是亞洲唯一的 所以我們是很希望 台灣政府是可以把一部分的 就是vision 去看待說 我們可以把握好這兩三年的時間 然後把整個那個fundamental的一些work 去做好去建立起來 然後可能就是整理內部啊 或者吧 看怎麼可以打造台灣成為一個比較 更適合台湖風光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願景是希望說 嗯 LGBTQ族群在亞洲 當他們想到他們要旅遊的時候 嗯 就是想到 嘿要車入台灣 因為他又不會 又安全 然後他又是一個 一個地方 我可以be myself 因為很多人在 不管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可能這一輩子都覺得 那個marriage quality 可能會pass 所以他們能夠在一個 不用花很多錢 不用花很多時間 然後來到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 可以帶給他們的感覺 就是我一下飛機 就 you know we welcome you 就送疫苗 啊不行 or some of them 會 be great too 放棄師 對 然後就 就是有很棒的 welcome 然後整個 trip 就是可以有 很棒的 attraction 然後最後離開的那一刻 他會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要再回來 嗯 就是where I can be myself 嗯 所以我們是 透過這個 vision 所以我們 started 台灣queer guide 然後希望去整合 整合台灣先 先從台灣線有的資源 比如說不管是 有在賣 任何裁縫產品 或什麼叫LGBTQ 有彩虹口罩嗎 有欸 不過現在還沒有那個 醫療性的彩虹口罩 但是就是一般的 不口罩有了 是嗎 方程式的現在 不過其實是大陸製的 我看看找一下 彩虹商城 有沒有打 不口罩還沒上架 有些人在做 那中衛的話 它們的 minimum MOU 大概要 100萬 喔 ok 不過你沒有口罩套 對 我沒有口罩套就很好 是 然後 除了商城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把 我們有一個活動的部分 整理出來所有活動 然後大家就可以更好 找到各種活動去參加 然後我們有跟旅行社談說 其實我們主要 真正可以profitable 其實是tourism 所以就是我們有跟旅行社去談 做一些比較special的LGBTQ的tours 當然因為covid 所以旅遊這部分就先暫停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有去找台北市政府 就是想說從local 比較好去希望他們 超前部署 所以他們也有 今年也是第一次有 有一筆預算做 做一點觀光 觀傳局 對觀傳局 然後民政局部分也有 要做一個精美政權 給兩國外國人 太棒了 對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問題 就是說 因為這是台北市政府 我們透過議員 然後去各局部去做一些 然後他們也很ok 那可是一直比較沒有門路去 希望也可以reach到中央 就是交通部的部分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 grand scale 去 你是說每個地方都挑一些這樣子 或者就是我希望它是在 明年是自行車年 所以你要想辦法分自行車 車上關係 它每年是一個主題 什麼漫遊小鎮 今年幾兩相賣 明年自行車 對啊 我覺得不通途 我也覺得不通途 但你要想到幹嘛 那不能我來幫你想幹嘛 對 我在想說如果 就是問說 要如何去讓交通部 也去大陸 就是他們 因為tourism部分 也把彩虹觀光納入一個 對 因為他們前已經編完了 就是明年的 就是我們每年是編後一年的預算 對啊 那現在已經9月了 表示他們已經 預算都要送立法院了 所以每年只能改變下一年的事情 那我們今年的都是以自行車年來編 所以就是要想辦法把它跟自行車 學到關係 想跟鄭文還要經理分享 是說 Asia Legal Rights 其實四位女同事 他們其實也想要在台灣裡面做 他們本來是採辦到為主 他們應該會是三天兩夜的一個 回台灣的支援 那今一輩 所以電商能力 跟這種提供 已經有在集結 那我相信 對 電商也不錯 電商也不錯 電商很難賺錢 對啊 電商很難賺錢 因為你要大量 精態蝦皮 蝦皮啊 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如果觀光大門開了之後 我們可以給很多資訊 我們可以給很多資訊 甚至最後你出了完三四天 你可以 就是網站上有什麼彩虹發達 你也可以購物 比較多量的 寄到你的Hotel 這不錯 真的蠻好的 我們就是 你看我已經下山了 所以電商還是有一點 可是剛剛提到蝦皮的部分 其實剛好蝦皮 目前四個大的Manager 也是我的同胞同學 那他其實有來聯絡我 希望我們幫他找男同志的KOL 他們要開始要推男生的化妝品 他們可以退去台灣 所以有趣的事情是 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台灣已經開放到 就是連蝦皮都有想要做 同志組群的KOL了 跟你們分享 請說 我覺得很好 可是問題就是 彩虹官方 我覺得都是大家在各自的努力 那我希望 我覺得 光靠我們自己努力 不管我們經營這個platform 因為下面有理由 我們其實也no profit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在這個時間 如果政府也可以 不管是看我們預算 他如果播了我們可以怎麼樣去 引導 領導他或者讓有一部分的預算 是可以幫助到這個動作 因為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台灣跟其他亞洲國家 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民主跟同性婚姻 我們應該要好好利用這個東西 可是目前 目前除了台北市政府 我們去跟他推 然後他去做一些事情 另外 其實 感覺好像中央並沒有去想到 要怎麼樣 運用這一個 現有的 attraction 庫貝它是你們的一個 Friend 然後後面還是協會這樣嗎 沒有 它現在就是 它是一個Business 然後我之前是在NGO 然後就覺得 Enough of NGO 我們需要綁經濟 所以它後面是一個公司嗎 什麼 500分有些公司 它是打星期課金 有些公司 就是我啦 因為我之前也是Soft Engineer 所以我們就是想辦法去融合 所以我們原本要推旅遊 是說你可以輸入你要來台灣的時間 他就會拉出你所有的同志event 然後你可以 我們希望他可以直接購物票 然後沒有這些event的時候 我們就會推薦tours 然後你就可以去參加tours 然後我們為什麼推 就有點KK隊那種味道 對 之類的 然後為什麼我們推兩個外國人來台灣 給他一個證書 就希望他來台灣辦小婚禮 中婚禮大婚禮 anything 然後你就可以 你給他一張紙 就換來他們朋友啊 什麼來住宿 然後還有honey men package 台灣從來都不是一個蜜月主向的觀光 可是for LGBTQ we could OK 你要培養一堆新人秘書 其實都有了 They're all there 問題是resource都好了 只是我們需要 中央幫忙疫苗開門 然後中央幫忙去 所以疫苗first 你可以每個人都發口罩 可是沒有疫苗就不可能 就進步了 對 除非說在那14天可以找PRIT 蜜月套房 蜜月套房14天 其實是work欸 不一定不會 可以work 對不對 愛情報告 比外交房 比外交房 四人以下 四人不用加錢 加床不加價 是是是是 防疫蜜月 成績立月防疫禮關 說不定可以 說不定可以 是一招 是 是一招 就兩個人關在房間也四十天 而且都不能碰到別人 只能碰到別人 就是 所有可能婚姻中的衝突都預先體驗這樣子 只能碰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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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什麼提議 或者 maybe something you can help 你覺得 對我剛剛講的 那些都是提議 不完全是台灣人 是啦 就是說或者有什麼 What else more we can do 因為我們 我們能做的 真的resource 還是有限 不管是時間 金錢 對 當然我們希望 wit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是 所以 how do we get into government 就是你要先把他的那個 崩崩白屁書看完 然後試著在裡面找出 你可以 就是 FIT 兼具的地方 對啊 因為其實這個跟 議員 就是在市政府也是一樣的 就是每個議員都會想要 influence 他的市政府的budget 但是他還是要有梗 就是跟市政府的實戰計劃 相搭配的梗 一旦搭配之後 他就可以進入 就是下個年度的budget cycle 那我們現在談這個 談明年是已經晚了 因為今年的所有預算都出去了 對 所以就是變成是你要 已經送出原來的預算書 實戰計劃 觀光本題書等等裡面 試著找看看 在我們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第一個選單叫看消息 它有一個政府資源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議題屬性 好比像說像 就是 剛剛其實也有一些部分是 關於觀光的 那你也可以就是專門去看說 那我們怎麼樣子去把觀光 跟性別評論 這兩個 就是SDG相關的一些事情 把它結合起來 那 然後你就要去看說 那現有的東西 好比像說像 我現在一開那個 就是政府資源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才剛剛開始的 客裝小旅行升級 徵選計劃 那然後你就要去 開始找客家文化裡面 也沒有類似什麼 氣雄氣竭什麼之類的東西 然後想來把它FIT IN 對那 但是FIT IN之後 當然就是它是部分 型態啊 NPO NGO合作社 公司都可以參與 我不是在幫客人打工 我的意思是說 它每一個都已經有它自己的Theme 那你就要在那個Theme裡面 去找到說跟你要做的這些事情 它從沒地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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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如何去 當他們去變 整個主角 叫做 氣哥 不叫氣雄 氣雄是 我看 如果再往後的話 其實 就要看疫情的發展 就是你說 泰國禮病 後來居上 也未必要看每一個地方 COVID的狀況 然後 要看疫苗的VILLE 所以 我們現在很難去 去PLAIN這一個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不知道疫苗到底多有用 然後 以及多快 以及多快 所以這些可能到 更接近一點 可能大概是 11月12月 就第一批 他們FIT 3 出來之後 我覺得 這個部位才會開始去想 那 因為後年的預算 大概 Budget Cycle 開始是 3月左右 3、4月會開始變 所以 那個回期的時候 立委的師兄會最有用 所以 以立委來質詢 當然 都是這樣 OK 好 那我們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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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眾多同志身份當中 我今天想要代表台灣同志運動協會 第一個想要跟黃正偉分享一下我的成果 那那個協會成立三年 我是無幾次的顧問 那我們在六月底的時候 有我主辦了一個 台灣Pride for the World 然後我們這個活動 因為是2020年 唯一一個實體的 50周年的唯一一個實體的 所以幫台灣創造了將近3億台幣的 這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在選 謝謝 而且為了這個能力提早去行嗎 因為平常台灣的Season不是這個 是 其實是我一個人 自己出資出錢 議論完成 謝謝台灣委員的鼓勵 謝謝台灣委員的鼓勵 那我們第一個想要提到的是說 台灣同志運動協會 目前有一個公共辦公室 那我們想要開放一樓成為台灣同志中心 那其實在各國主要的台灣同志中心 其實都有地方政府出資成立 那請問一下唐政偉 如果我們先做這個動作 之後有沒有辦法跟中央或地方政府做一個連結 然後讓這個台灣同志中心可以更好 當然 謝謝唐維的支持 而且本來市政法就是領先全台灣 這個是一定的 好的 謝謝 那第二個是 同運會會在明年的10月最後兩個禮拜 舉辦亞洲同志運動會 那這個活動已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協辦 新北市的主辦 那很可惜的是 吳思耀立委有在諮詢的時候 特別問體育署的署長 說是不是權力支持 署長有錄影說權力支持 但是我們底券段的預算 本來是預期是可以拿到四到五成 是 不好意思我今天講的是 那個2026年的世界同志運動會的生辦 是 不是說有人去參加 是要大家帶進來 對 對 我們目前就在生辦 對 那很可惜的是在體育署 目前只拿到14% 我們目前正在做負荷 這個跟民權運動會是兩件事情 你運動的脈絡的話 這個Gate Games是今年2022會是第十屆在香港 目前看起來香港應該是不太可能 對啊 所以它會第一次 是的 那第一次希望能把它帶到亞洲 對 那但是很可惜是在我們生辦 其實我們幾邊了 本來要去做報告 我們總共生辦的預算大概是兩到三百萬元 那光報名費本身就有一個三十萬 跟第二期的報名費是六十萬 但是目前政府只給我們報名費三十萬 但是警政署署長說權力支持 那想請問一下唐政偉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助 所以你們要送警察 對不起 體育署 因為第一次見唐政偉所以還是有點害羞 我想說如果警政署願意 那他們錢很多 可能 這也是個idea 不好 然後忽然變成什麼 體育署 體育署 畢竟我在空軍總部 我覺得可能是空軍的那種空軍魂就上升了 講到警政 對 那我們當然就是看到 就是不管是我們之前的幾次主辦 或者是你們的就是 就是在Stone War的那個就是周年的時候 都非常的有效益 所以我覺得如果體育署所權力支持 那就表示他是以他所可以用的預算來支持 那如果他就是以他所可以用的預算 那就是只有這麼多 那就是要找別的pocket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他比較說你們對於國際宣傳行銷的這樣子一個效益 那這個就是文化部的工作 那文化部當然現在也有一個新文策院 有一個文策院 有一個文策院 那剛才講的這些 就是 當然就是城市的角度來看 每一個城市可以自己再加一些東西上去 然後 其實 對 我是想不出來 還有M4的其他內政部 對這個大概會有什麼興趣 可能還是以文化等外交為主 好的 那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講錯的順序 是明年十月最後兩禮拜的兩週同軍動會 我們即將有開幕跟庇護士 那在這邊想要先邀請唐振偉 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可以用DR的話 我就一定可以 其實我覺得以唐振偉的角色跟唐振偉之前代表的明明處 我覺得ER反而是最適合的方式 那謝謝唐振偉的非常熱情的回答 這當然一定 一定支持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們其實目前計畫 希望能把2025年兩年一次的世界同志遊行 第一次帶到亞洲來 那其實截止會在明年的年中 那我們還是以兩個運動為主軸 但是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全力去進行 因為 Word Pride其實比Gay Games 他在同志圈的影響力跟能帶進來的Pink Pound更多 那這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也試試 Interpride 這是 還是應該是裡面的一部分 是 Word Pride是Interpride Word Pride是Interpride來做 Word Pride裡面主要的兩個單位是Interpride還有Europride 對 不過Word Pride目前已經到13屆了好像 然後是兩年一次的世界型的大活動 然後上一次是在馬德里 然後下一次會在雪林 都是上十幾萬人 而且是最有錢 最有消費潛力的同志族群 而且最有影響力的人會過來 十幾萬七百萬 我覺得2014年就一百多萬 沒去過這號碼 不好意思 對 所以2025大能更大 那希望政府大力支持 然後就在這裡先跟唐某人說 對 他不是都已經排好了 一日排到 2025你還沒有排 對 他需要有一個城市 他願意一起去 主導過申辦 可以上遊行單位一起去申請 他的申請 對 Word Pride的申請模式是要以城市為 城市政府為主要的申請單位 城市必須要願意一起去承擔 因為他必須要就是你要host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你要host a bunch of defense 然後你要能夠是這麼多人進來 所以我們就要請高雄去申請 太好了 那馬上聯絡 我們發了一個新聞報 說高童有加入intercrime 我覺得其實 以高童來做的話 是個非常好的點子 謝謝唐政偉給我們的建議 而且 其實我覺得中央政府 還有北市跟新北都非常支持 那如果這次再由高雄市來做主辦的話 那一個城市願意多一點資源 謝謝蘇珊跟唐政偉的建議 那我會選擇 因為高雄有一個新的市場 而且高雄的委員 您跟高雄所有的議題建設 他的就是 目前的一個重點就是去把 白人帶進來 對白人帶進來 而且他的也一向很consistent 就是在最統治的議題上面 所以我是覺得是 就是對你們蠻友善的 謝謝 而且市議員的組成部分 我覺得未來也是有機會 謝謝唐政偉的建議 謝謝 你好 我會來英文嗎 我可以說英語嗎 我可以說英語 我說英語 你說英語 你說英語 所以你把我用力量 還要這樣 我怕英語 你也會用英語 所以我來自學的學生 我學生的學生 但是我現在沒有台灣的學生 我以前的事件 我的第一次做過了 我以前在日本和台湾 我认为了比较多亏 台湾和台湾 和多亏的族性 但是因为我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改变了我的作品 只要在台湾 然后在2012年里 到2012年 到现在的8年 三十五年代的一年代, 台湾成为外面的外国, 人生的解惠和对台湾的感觉。 还有一个个人的观点, 世纪与中国人有关台湾。 一部的问题我给你讲一下吧, 是你的观点的观点? 因为本期我看到你的動画片段, 昨年我上次看一个你的视频, 当你提到台湾成为了一个形式的观点, 暖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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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kind of the Mandarin translation where we were seeking for a translation for the term Taiwan can't help and so because it's kind of hard to translate just literally to Mandarin like 台湾能帮忙 yeah maybe 台湾能帮忙 okay that's kind of weird right it's kind of weird 台湾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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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能帮忙 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how we're because in Taiwan we're saying somebody can not I mean it means that they're willing to help righ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help right so it was always a okay translation but we didn't we don't quite say one power in English in English we just say 台湾能帮忙 okay yeah okay so this was a concept that like you or Waijiao Phu where did this concept come from right initially it's part of the our WHO bid okay I think it was around 17 when the idea of the and specifically like the G3 house for all was adopted officially by the WHO as their goal right to bring house to everybody and Taiwan used to campaign on this leave no one behind so don't leave Taiwan behind platform which is kind of Beijing right so kind of sad and it doesn't work anyway and so no no it really didn't work and then so in the subsequent year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changed its tune and rebranded instead of leave Taiwan don't leave Taiwan behind they're saying house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saying that we have the best like single payer house insurance system and all that so if you want to provide health for all without Taiwan's help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and so that's a very different attitude as compared to leave no one behind and so that actually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so later on that yeah we just universalized it so instead of just on health we're saying that for all the UN global goals we can help and so that's begun this wide range of name cards right so it shows literally the 17 oh I see with colors right and then every year we have a different card design interesting and actually I don't have these years with me but anyway you can see it every year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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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ocusing on different SDGs so for example this would be like the water this would b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right so in what way do you think LGBT rights or let's say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aiwan being the first country or the only country in Asia with same-sex marriage in what way do you think Taiwan can leverage this as a way to amplify Taiwan's one power or Taiwan can help this idea sure so the main idea is that we share the process upon which we worked out our marriage equality I mean it's a real innovation that we managed to legalize all the bylaws but none of the in-laws right or in Mandarin jie huan bu jie yin right so when two same-sex people wed in Taiwan they wed as individuals but not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families so they don't magically become you know nu xi or xi or something and actually I think zhuan fai y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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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 fi the special act is better than the civil code in this particular regard okay so you agree with that yes I agree with that not having to form in-law relationships is seen as something that's more modern and in fact preferred by people who performed marriage after 2008 before 2008 in Taiwan there's this social ceremony 你不必要留在家庭的婚姻 两个家庭就在一家庭上了一家庭 所以在一家庭上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人不是自己的家庭 而是自己的家庭 而是自己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是一家庭的家庭 这种家庭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 它是一家庭的家庭 但是在2008年 这庭的家庭的家庭 判断是一家庭的家庭 你必须要去到家庭的家庭 得到家庭的家庭 所以在那里 家庭的家庭开始被视为 更加深入的家庭 而是一家庭的家庭 而是一家庭的家庭 所以因为这种家庭 我认为这种家庭的家庭 在家庭上的家庭上 在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 是一家庭的家庭 在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 在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 在家庭上的家庭上这个家庭上 就是三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 所以都是万里的家庭上的家庭 会有19本人才 Google 因为izo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上廷宾 我认为是数十 af eh 家庭上的家庭上的家庭上 又很难的 Genius 所以我想大家把这次庭说 都会改变 我认为那一wi 合 国理 budget Olympic implemented very young and so on who all have this very family oriented view on marriage that they can see this is an innovation we don't have to force the society to change the idea of family-to-family relationships we can just hyperlink to the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rights as Taiwan did with the Hyperlink Act and make it so that the Special Act is what we call advanced deployment 所以我们期待的益起来到18年 我们不说不要说 不说这些人都会被年轻生的年轻生 没有,他们都要被年轻生的年轻生 所以这种程式的选择 我认为是很狠的一种以资料 是LGBTQ,包括自己的 queer人 最后的选择选择 因为不仅仅是不仅仅 也就是与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同样的众人 所以在日本人们看这种较为非常奈良的 他们会提供很多新的方式 他们可以做了自己的动作 他们仍然都没有解决出这个关副性的 当他们在世上 会不会取出自己的姓名 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家庭 The law that people might criticize that was compromise because of the referendum No, it's an innovation I've heard both perspectives Here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because of the Gulf Code of 2018 where people were against it People were just against the Civil Code Right But people are for marriage Yeah But against the Civil Code To referenda 很明顯,我會在這裏面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你做Digital Democracy 什麼 role or function do you seeDigital Democracy 在使用台灣做法嗎 在台灣的更多LGBT? 對,我認為人們所在使用Digital經驗 使用它更容易讓他們在自己的地方 去踢在一人的衣服的衣服 例如,有一個《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翻譯成了一名《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是一名《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是一名《Nikki Case》 我认为是一名《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我翻譯成了很多的《Coming Out of Closet 1》 因为《Coming Out of Closet 1》 是一名《Coming Out of Closet 1》 是在那里面的认识是一名的 更容易让人们和其他人的声音 在每一位同时都在那里面 每一位同时都在那里面 如果人们有需要 例如,在那之前的《Coming Out of Closet》 我们的《Coming Out of Closet》 是在这里面上的《Coming Out of Closet》 要成为了一名《Coming Out of Closet》 但在那里面的《Coming Out of Closet》 你仍然可以在《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但在《Coming Out of Closet Simulator》 所以,大家可以玩《Coming Out of Closet 2》 而且看起来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更多人 在《Coming Out of Closet 2》 我认为,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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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在台湾 就像我们在《Coming Out of Closet 1》 那些数字 上,在台湾 或者水平台湾 例如,在台湾 会说 《LGBT的主意》 《Coming Out of Closet 2》 因为传统不过温透 geleайт Themeer isn't that easy to get any binding results at all I think they kind of work together because LGBTQ people need normal ways of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get more people caring about this particular issue and people who work on digital democracy meet the cases that ordinary citizens all care about instead of very specific professional things 对于我们可以 lever changed 来我们的E Petition Platform 和我们的E Consultation Platform 为了个探索的很多 Ellicen 会继续经常有提及合适合 LGBTQQ 全面穿衣恤 希望有一圈离婶 他们就对了 我们看到,当政府的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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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人议阅了 大多数万人参加人 现在,如果有这个 有很多E-PETITIONS,有很多E-PETITIONS, 例如例如,在早上,有些人在教育中, 去教育中,去教育中, 去教育中,去教育中, 去教育中, 去教育中, 我聽到這句話, 我聽到這句話, 在教育中, 在教育中, 是,是, 《Family Love Coalition》 我沒有看過這句話, 我來看, 這就是這句話, 大家喜歡在教育中的PETITIONS上 或者是對支持, 你會有很好的論議題 在LGBT問題上 我們也有關 Ojologic的問題 尤其是一些關於LGBT問題 但不不太LGBT問題 for example, there was one petition about the right of 人工身之法 right, getting reproductive rights of single non-tests and that is not quite LGBT, but it's somewhat related yeah, right and so, at that particular one, I think we got people from 班旅盟 and we got Zhang Shouyi from the 胡家盟 on the same table and talking about, quite productively I would say, about the rise of people who are not yet born and that actually is easier to talk about because that hasn't happened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 people have ideologies but if we talk about how do we prepare the society so that people would not be discriminated simply because they're born in a single parent family that'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contribute and actually they don't have that much differences when it comes to that, and so, I think, yeah, this topic really provides the digital democracy platforms with a lot of very fertile grounds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conversation it's certainly easier to get people on the same table and agree on something basic even if it's 胡家盟 and 班旅盟 as compared to, you know, Taiwanese identity, unification versus independence and that kind of referenda products and this e-petition system has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and this e-petition system has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yeah, it's been around since 2015 okay, oh, so there's been before 台湾 yeah, there's, I think, more than 10 million unique visitors so almost half of Taiwanese population wow, that's amazing thank you, my last question is about this idea of 台湾家族 so earlier this year, you and Freddie Lim were on a YouTube video that I watched about talking about 吉普家族 about heavy metal, right? yeah, well, yeah, right, but you also talk a lot about this idea of 吉普家族 and Taiwan家族 and I've noticed in my fieldwork here that a lot of Taiwanese that I interview they always talk about this idea of 台湾家族 yeah, sure, Taiwanese values so I'm wond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GBT rights and being an LGBT person yourself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sort of 台湾家族 and is there any connection for you between sort of being queer, having these 台湾 values and your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because I've noticed a lot of people, it seems like this idea of 台湾人 and being like 同志,有全力的同志 there's like this connection that I've seen so I'm wondering how you would articulate that? well, just yesterday there's someone who proclaims that they are in Taiwanese oh,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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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parliament so that's 台湾家族 right there and so and I think so just as I think he quoted the 波林家族 speech yeah, I know, John Kennedy right, the John Kennedy and of course 波林家族 around that time means a commitment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I think that's the thing, right, I think the 波林家族的表現 and I think that the evocation of that quite intentionally is saying that 波林家族 is saying that we are committed no matter whether 波林家族 no matter whether where we live on earth 波林家族 we commit to the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face of 波林家族 do agree with that is the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that is the 波林家族 that is the liberal part in the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波林家族 and the idea of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kind of initiatives by the 波林家族 the kind of initiatives by the citizens with the citizens and 波林家族 and that's the democracy part in the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波林家族 and the adversity of course may not be part of 波林家族 but it challenges us to exercise our 波林家族 that'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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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下一個 我想要問唐鳳正偉 對於 波林家族的 推動的建立 以及台灣未來 波林家族的 想法或想像 另外想要問就是說 如果 想要給 波林家族一句話的話 那麼 正偉會想要 哪句話送給 波林家族 任何人要我送一句話 我都說 萬事萬物的 缺口 缺口就是 光的入口 那 跨性別權益當然 就是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的 一個很好的想法 是 也就是台灣人的這個想法 昨天才有人說 他也就是台灣人 而事實上 我們也在發 類似像就業金卡 或者是 我們的 專業人才規劃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就讓 越來越多人說 他本來是來台灣觀光 結果碰上疫情 他發現有就業金卡 他就馬上把旅遊簽證變成三年的 就是他可以愛做什麼做什麼的 這種簽證 那在這個過程 因為他如果喜歡台灣 那就不像以前 好像都必須要在這邊傳教四五十年 這個是非常棒的 非常重要的 我沒有否定的意思 但是就是 並不是大家都有四五十年代在台灣 那很多人是Digital Nomad 就是數位有目民族 他到處跑 那他很認同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自由民主 開發式的創意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讓他覺得 他也願意把自己稱作台灣人 那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去不用放棄他的國籍 然後就規劃成為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只要你是認同這個價值的 你不用放棄你本來的國籍 你就可以取得台灣人的身份 那這個我們說光明之國嘛 那就是希望大家 從各種不同的文化 一起來討論說台灣未來可以怎麼樣 這樣才真的能夠做到 叫做transculturalism 就是我們不會覺得說 只有native language 是固有族群語言的才是台灣人 新住民好像就被排除 不是這樣 只是任何人他願意認同 這樣子一個就是民主自由的理念 都可以宣告說 I'm Taiwanese 這樣 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也有很多像澳洲啊等等 就是他本來就是跨性別或 non-binary 那這些朋友當他變成台灣人 或甚至只是來台灣就是檢疫通關的時候 他就會去勾那個 non-binary 的尋項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很多跟外國人有關的部分 我們慢慢就已經開始有 non-binary 的這個想法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本來的護照上 就寫他 non-binary 所以我們接下來像明年年初 護照系統會有一個很大的改版 就是居留證號 本來第二碼是ABCD 但是這個就讓他們有很多公共服務 或者是民間的服務 不是故意排除他們 但他都以為身份成第二碼是數字 所以他們就不小心就不能用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他們還是保留原來的證號 但是慢慢就發一組新的證號 那他的第二碼就會是數字 可能8跟9 那他如果本來是non-binary 那8跟9不能用 那可能就是7 那7就會是non-binary 那當然 當這樣的系統都改好了 護照系統 我們各種商業系統都沒有問題之後 那這個其實就不是立法 而是 就是說不是作用法 而是演算法 就是我們在演算法上 就會開始認識 non-binary 的朋友 那在那個之後 我們如果要推說 身份證號是0 當作第二碼 那就是我國人 但是是non-binary 那這個當然還是需要修護幾法等等 但是至少在演算法 這邊就不ready 不會在立法委員提出來的時候 然後護照司就說 我們還要兩年改系統 因為對於non-binary 的外國人來講 這套系統已經有了 好 謝謝 好 這位也給我們做完美的總結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希望我們各四位 將來都可以再當這位 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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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